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媒体华尔街日报美国的电视台CBS都在讨论中国能够给欧洲带来和平也就是中国能够解决俄乌这场战争 这就有什么样的一个象征意义简单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美国的霸权正式开始衰落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之前我跟大家聊过王毅的欧洲之行是中国的立威之旅 为什么跟大家解释成立威因为当时中国提出来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也就是王毅当时拿着这12点立场告诉欧洲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解决的方案 这个方案叫做和平而且我中国能够给你带来和平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谁能够给欧洲带来和平包含那个美国没错在中国人的眼里边 各位都是垃圾只有中国能够解决这场危机啊 也就是因此中国立住了这个威也就因此欧洲的和平现在走到了美国人也得承认中国人的作用 为什么跟美国的霸权衰落相关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新闻的本身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的方式啊非常的有意思啊 他说啊这个西方的啊这个美国的官员然后呢啊开始讨论了啊中国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化解这个冲突啊 所以说啊美国媒体的报道的方式啊他怪怪的有一点怪对不对 这个怪怪在哪呢就是啊我美国跟欧盟一起都在观察中国能否啊能够让俄乌进行和他看起来美国和欧盟是站在一起的 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欧盟也不依赖于你美国 想一想马克龙高喊的那一句法中有一万岁跟你美国有半毛钱关系吗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去说呀原因很简单嘛要那个面子为什么要这个面子 因为没办法做事中国成为那个有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呀 这就是美国媒体的一个态度但是他就算是有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一种状态 他也得承认中国即将要给欧洲带来和平 有可能今年年内就可能促成俄乌的和谈呢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啊中国拿出来12点立场的时候啊 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人就应该跟着啊中国喊对不对 然后的话那个要和平要和平要和平对美国来说最好的一招就是如此 可是美国走到现在喊出来了跟着中国开始喊了啊 要解决这场危机了开始跟着中国人一起喊了俄乌要和谈了啊 可能很多同学会说那美国按照你老五所说会不会得利啊 他开始跟着中国喊了我必须要跟各位讲啊 此一时他彼一时啊 然后啊美国之前如果在咱们中国喊出来12点立场的时候 然后跟着中国喊喊的声音比中国还大 美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一个形象 那就是美国及时之损而且美国在推动着和平 而且那个时候马克龙还没来中国呀 欧洲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啊一起推动和平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可是走到现在马克龙来了 对不对 马克龙喊出来了一尊法中有一万岁 然后呢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联合声明出来了 这个泽连斯基也与习近平进行通话了 整个势头都已经做完成了 美国这个时候在喊 嗯那你就是狗不理的一种状态了 人先狗不带见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为什么晚了 等别人都做成了 在喊就是有点晚 可是美国为什么要喊 刚才跟大家说了呀 及时止损呢 美国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美国的霸权开始衰落呀 因为现在美国的状态就让大家全部都看到了 全部的国家 世界其他的国家都能看到 美国不得不要跟着中国的方案走 为什么 因为自打中国在俄乌冲突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立场就拿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既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也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呀 这是俄乌开战第一天中国的代表在联合国说的话呀 什么意思啊 不是中立哦 大家一定得让你看似啊 中国在乎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中国又在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对不对 你看起来中国是在中间不是中立 中国有解决方案 后三条啊 对不对 俄乌和谈 然后俄罗斯欧盟和谈 后来后来哦 又加了一句俄罗斯跟美国和谈 这都是中国的方案呢 一步一步去解决问题的方案呢 对不对 这不是中立 而且中国一直在说中国在俄乌冲突这个立场是什么呢 是公平且公正的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立场啊 我是公正的立场 我不是中立的立场 在俄乌这场战争里边 印度是那个中立的立场 那印度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啊 有谁能说是印度解决了俄乌冲突吗 为什么印度是是中立的立场 他一边可以从俄罗斯买石油买天然气 另外一边也跟美国人勾勾搭搭搭 所谓的印太战略嘛 他跟谁都不攀联 他就在中间待着 谁拉他 谁给他利益 他就往谁那边倒一倒 这是印度 这才是中立的立场 中国是公平且公正的一个立场啊 对不对 我既尊重啊 然后的话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 我也尊重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的反应 国家安全的考量嘛 然后呢 我也有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家去谈 这个世界在俄乌冲突开始的第一天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出现了两种方案 美国的方案 对不对 战争 美国的方案为什么是战争 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啊 意思就是乌克兰去打 这是美国的方案 战争 中国的方案是什么 和平啊 对不对 这叫什么战争与和平的对立啊 走到现在 谁成了 那个天天喊着战争的美国 现在出来说了 中国可以解决这场危机了 美国你的霸权在哪呢 对不对 美国应该拿出 在俄乌冲突 看开始的时候 拿出的自己的方案 支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 然后这个方案赢马了 乌克兰紧跟着美国 然后在战场上击溃了俄罗斯 指导莫斯科 美国赢 可是走到现在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你美国打不赢这场仗 你美国支持的乌克兰 打不赢这场仗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心仰 美国打不赢了 打不赢了 开始喊了 中国你能解决 虽然说有点见搜 对不对 然后啊 我美国高高在上的 看着你中国能不能解决 你能不能拉着俄罗斯上谈判台 看起来是这样 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因为找点面子回来啊 找点面子回来啊 我我我是我给你中国一个考验 你考验谁啊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 你美国不行 按照你美国的方案成不了事 中国立威给欧洲给世界看一看 中国可以解决欧洲发生的这场战争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对不对 包含那个美国也是垃圾 你没有推行自己方案的一个方 一个方法 一个手段 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 我中国 哎 一分钱也没花 也不像你美国既给钱又给武器 没花 拿了12点立场出来 哎 哎 这个和平 眼看着就要到来 可能很多同学会说啊 这个和平能不能到来呢 对不对 这个和平能不能到来啊 嗯 这个和平 我跟各位讲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最近俄乌的战场就能到来 为什么 包含啊 那个包含瓦格纳说我要撤军 那个新闻大家看到没有啊 大家都知道啊 那可能是啊 这个算是啊 这个兵法 这个兵法虚虚又实实不见得是真撤兵 但是啊 你用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说 大家都没有想大规模推进的一种想法 就是想把对方引蛇出洞干对方一下 他不是一个大规模兵船作战往前推进的一种状态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就耗在这 而且最近乌克兰打了这个昨天的新闻吧 打了这个克里米亚 给这个克里米亚好像是弄了点乌人机吧 然后袭击了一下克里米亚 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态度非常的有意思啊 打克里米亚是为什么 克里米亚其实 在这个在这个战略意义上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大 对不对 你能跑到大海上去打吗 你打到打了打了这个克里米亚 你把克里米亚占了 你乌克兰有海军吗 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你没有海军 你占了克里米亚有什么用啊 那占了克里米亚是为什么 是为了谈判呢 大家得知道啊 关于俄乌和谈 他有几个点 对不对 乌克兰东部四个州 那是谈判的重点 克里米亚也是一个重点 如果说乌克兰拿了这个克里米亚 对于乌克兰有好处 在谈判上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克里米亚是明斯克协议时期 谈出来的一个成果 对不对 明斯克协议很多同学一说就是啊 这是美国人坑 坑了这个乌克兰 坑了乌克兰顺带着也坑俄罗斯 就是奔着坑俄罗斯去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克里米亚也是在明斯克协议之后 正式进入到了俄罗斯的领土范围之内啊 虽然说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结果 但是大家都已经承认了这种状态 美国人欧洲人当时也是承认的状态 如果说乌克兰要谈的话 跟俄罗斯来谈的话 乌克兰东部四个州 那这个乌克兰是最有理由跟俄罗斯来谈的 这本来就是我的领土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拿走了 咱们得谈一谈 其次呢 哎呀 还有之前的克里米亚得谈 所以说克里米亚是底线 底线 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进攻态势 对于俄罗斯来说 你是谈克里米亚 是谈底线 有没有可能啊 乌克兰东部四个州 选然后的话 乌克兰谈出来了一个最好的成果 那就是乌东四周 全部都化回了乌克兰 然后呢 可能给俄罗斯留一条通路 从乌克兰东部到克里米亚的一条通路 就路上的这个啊 连接线能够给俄罗斯啊 这样的话 有那么一种可能谈成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关于克里米亚了 你克里米亚也得给我乌克兰 还给我乌克兰 所以说呢 你从乌克兰现在这个表现 进攻克里米亚的表现 就看出来乌克兰只不过想在谈判桌上 多拿一个筹码而已啊 所以说不管是乌克兰的角度 还是俄罗斯的角度 都在奔着和谈的那个方向 再往前去走啊 这就是整个趋势哦 这就是整个趋势啊 相关于俄乌冲突的各方 都在奔着准备和谈的那个方向去了 这个和谈就有可能成功 欧洲人 法国人想要和平 然后啊 乌克兰人在准备和谈 俄罗斯人也在准备和谈 这就是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啊 再跟大家聊另外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啊 俄罗斯现在这个表现 可能很多同学会质疑啊 你老五说啊 假如乌克兰东部四个州 还给乌克兰了 那俄罗斯图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 大家就得知道 要看清楚俄罗斯的这个主要敌人是谁 跟乌克兰谈 以前我跟大家说过啊 直接谈 尤其是在刚开始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双方进行谈 俄欧谈谈不出任何的成果 为什么乌克兰不可能取消啊 这个世界对于俄罗斯的那些制裁 斯维夫特啊 然后没收俄罗斯啊 外俄罗斯在外国的那些那些资产呢 乌克兰没有资格把这些东西给他取消掉了 所以说呢 俄欧谈 他不可能谈出一个什么样成果 俄罗斯想要的东西 乌克兰给不了 乌克兰想要的 你拿不出来东西换 这就是俄欧谈刚开始不可能成功的一个原因 但是走到现在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如果实现了 他可以还给一部分领土给这个乌克兰 就是打下来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州就可能还给乌克兰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敌人是谁 是乌克兰吗 俄罗斯的主要敌人是乌克兰吗 北约东扩是乌克兰干的吗 当然不是 北约东扩谁干的 美国人干的 这就是 这就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 是美国 如果说美国战略失败了 俄罗斯就可以妥协啊 我还给你乌克兰在东部四个州 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只有美国衰落了 美国的制裁才会那个能力能量啊降低 然后美国啊做的那些动作 比如说全世界去没收俄罗斯的那些资产 然后的话才会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所认同 因为美国不再是俄乌战争之前那个霸权的地位了 走到现在俄罗斯的目的达到没有 大家看嘛 对不对 华尔街日报说的是什么啊 中国能够解决俄乌这场冲突 俄乌的这场危机啊 中国能解决了 你美国呢 美国不得不低头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美国不得不低头 美国为什么不得不低头 他要止损 这是一方面 还有另外一方面 美国哪怕是这个乌克兰打赢了俄罗斯 他能够获得什么 对不对 首先大家得知道啊 美国在俄乌这场战场上面 我之前啊 很早之前在聊俄乌问题的时候 跟俄乌战争的时候跟大家聊过 就美国他的战略目的其实挺简单的 美国认为他发动一场俄乌的战争 他尾赢不赔 你知道吗 这就是美国一个 一个心里边的一个小算法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发起啊 这个俄乌这场战争 他的目的是奔着欧洲去的 想要炸欧洲的钱 他如何来炸呢 俄乌战争 不管往哪个方向来说的话 往哪个方向来走的话 美国都赢 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都赢 为什么 不管乌克兰战胜 还是乌克兰战败 美国都赢 为什么 乌克兰战胜了俄罗斯 对不对 那就是啊 乌克兰靠着我美国的这些武器装备 打赢了 欧洲赶紧站到我美国这边来 对不对 要躲在我北约的保护伞之下 然后的话拿出你的保护费 我美国啊 拿你欧洲的钱 解决我美国这个经济的问题 你欧洲对于我美国的依赖将会加深 这是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一个方向 然后美国赢 那乌克兰战败呢 之前跟他讲过呀 对不对 乌克兰战败了 然后这俄罗斯平推击辅 让乌克兰这个国家消失于地图之上 俄罗斯赢了 俄罗斯赢了 俄罗斯好坏呀 黄俄他又来了 欧洲人你怕不怕 你看一看 俄罗斯把这个乌克兰 然后给磨出掉了 从地图之上 然后呢 乌克兰失山的血海 血流的成河 对不对 到处都是人间的惨剧 而且呢 乌克兰消失了 美国也不用再啊 给武器给钱 到乌克兰了 止损了 止损了之后呢 俄罗斯是黄俄 对不对 欧洲人传统就害怕 俄国人 俄国人在战场上表现的再残忍一点 那欧洲人更加的害怕 美国这个时候 哎 我哪怕是乌克兰战败了 同样可以拉欧洲人 看见没 黄俄来了 赶紧给钱 躲在我北约的保护伞之下 然后我保护你们啊 支持你们干这个俄罗斯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打钱 同样也能完成美国的战力目标 可是俄乌这场战争 走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 互耗的一个状态 就在耗在战场上了 俄乌克兰没有实力能够打赢 俄罗斯就卡在那 就卡在那 然后的话我就不动 我就不往前去推 之前打到基辅 马上往回撤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特别诡异 就是说俄罗斯的这种表现 特别的诡异 都打到基辅了 开始包围基辅了 撤了 那走到现在耗在战场上 耗的是谁 耗的是你美国呀 美国要持续的给钱 持续的给武器 给到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 美国的军火库都给空了 然后他逼着韩国给武器 给弹药 逼着以色列给武器给弹药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状态 而且现在乌克兰天天的喊 没钱 没弹药了 没钱 没弹药了 然后的话 乌克兰对于美国的信任也丧失了 耗在这对谁不利 对美国不利啊 对不对 走到现在 美国没办法 是损罢 对不对 然后啊 然后中国这个和平的立场 美国人乐于见到中国的和平立场 然后让欧洲带来和平 他不乐于见到啊 可是他又没办法去解决 他怎么办呢 乌克兰打赢了 也就算了 乌克兰被这个俄罗斯平推掉了 也算了 可是走到现在 就卡在那 就好在那 就陪着你玩 你美国要不要继续的给钱给武器吧 不想给 美国不想的 去年开始就有新闻 美国的共和党 美国的民主党 都有议员说了 不能再给这个泽连斯基钱了 啊 泽连斯基独裁者 这话都骂出来了 对不对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 美国人都想听 可是呢 那个脸面拉不下来嘛 就一直好 一直好 好到今天 美国还在给其他的地方压力 给其他的国家压力 包含给韩国压力 啊 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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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弹药 对不对 然后走到现在 你再给压力 那这个乌克兰 那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往里扔钱 扔军火 你有多少扔多少 全给你耗干净 那美国能耗吗 不好 不好现在 而且欧洲 耗到欧洲变新 耗到法国人在那喊 法中有一万岁 你说美国怎么办 只能找不一回面子 找不回来点面子 对不对 然后我这美国跟欧洲的盟友 一起看着你中国 能不能解决这个危机 你能不能把俄罗斯 重新逼上这个谈判桌 这就是美国 为什么霸权的衰落 无能吗 无能吗 你现在喊这个话 对不对 你还在端着 喊这个话 别人不理你 但是让别人看到你美国 什么样的形象 你美国原来指责中国是什么 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 怎么走到今天 你美国站到了中国这一头呢 中国能够给这个俄乌带来和平 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我们乐于见到 中国有能力解决这场危机 这种话开始一句一句往外去说了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状态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死一时比一时了 中国刚拿出12点立场的时候 中国跟欧洲还没有正式开始谈如何解决这场危机的时候 然后啊 中国也没跟俄国没跟乌克兰直接谈 拿什么中俄的联合声明 拿什么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通话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你美国出来和平和平和平 没准还有救 此一时彼一时美国晚露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啊 刚才跟大家说美国的媒体现在都开始喊这个话了 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没有炸出来欧洲的钱 你知道吗 没有用俄乌这场战争炸出来欧洲的钱 美国的这个经济现在什么样的情况 对不对 想要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有求的是谁呀 还是中国 对不对 你想要解决自己经济的问题 有求的还是中国 不得不向中国低头 这就是美国 其实这也就是中国的手段了 大家真的是看一看 国与国政治外交这些东西啊 他不是说非黑即白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谁必胜啊 这个必胜 那个必胜 不是这样玩的 你得想到各方面的一个角度 堵住美国 为什么叫堵住美国呀 首先美国耗到了战场 花钱花武器 美国自己也想撤走 然后欧洲的盟友 所谓的美国的盟友 跟中国现在勾勾勇搭搭 法中有一万岁了 对不对 然后泽连斯基那边耗在那边 耗在战场上面 再耗下去 早晚成为乌坚 那么泽连斯基早晚死无葬身之地 就这种情况 然后啊 那泽连斯基也不愿意耗了 然后的话 那泽连斯基看起来也要跟美国交道板 之前跟大家讲过斯林斯基 然后啊 对美国表达愤怒 这就是 这就是 然后的话 各个角度给你堵起来 而且呢 也得防着啊 美国掀桌子嘛 然后啊 不管了 打死算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武器 我给你来很多武器 对不对 什么啊 拼油弹呢 什么什么 总而言之啊 大规模杀伤 非人道的武器啊 让乌克兰去用啊 反而总而言之 这场仗 我给你豁出去了 怎么打得稀了 我就让他打得稀了 也得防美国这招 如何防 美国得有求于中国 对不对 然后按住美国的头 别破坏这个事 对 你要破坏这个事 咱们两个没得谈 而且还回你一个国家的形象 然后的话 你必须要跟中国来谈 我这边得勾着你 总而言之 国际政治外交真不简单呢 咱们看一看 细节的看一看啊 这个美国的媒体啊 华尔街日报提到了谁呢 提到了这个布林肯 然后的话提到了法国 还提到了 这个就美国 美国算是啊 政府里边的各个 各方的一些人物吧 政客啊 他对于中国 然后促进俄乌和平的一个态度 美国基本上很矛盾 到现在他还在矛盾 其实不管美国 现在内部是矛盾的状态 还是看好中国解决俄乌这场危机 还是怎么怎么样 还是要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 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的话 其实哪条路对于美国都没有好处 大家可以慢慢去观察 你在讨论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你就继续花钱花武器 继续啊 希望乌克兰 然后能够打赢的话 那你就继续花钱花武器 然后的话你支持 你同意 你愿意你乐于见到中国解决这场危机 那美国也会被其他的国家看清楚 你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美国难哪 但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美国难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可能可能有些啊 网友会说 你这个老虎好奇怪呀 那这不就是个老粉红吗 哈哈 那怎么样都是中国赢 美国怎么走都是错啊 放到这个同样一件事 放到这个老虎嘴里边老粉红 那就是啊 中国一定赢啊 美国一定输 美国怎么样解决 美国都完 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中国一定赢 美国一定输 而是谁站在这个世界大势之上啊 中国就是有能力做好这些东西 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 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 并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 美国现在 自己的经济实力往下去掉 科技军事实力也会往下去掉 为什么 你没钱了 你哪你哪研发武器去 对不对 你没钱了 你的经济 你的金融体系都会出问题 美国的银行为什么倒 对不对 美国没钱了 美国也就没有办法支持一场战争 能够打赢 美国如果实力啊 好强强 好棒棒 对不对 美国给撒瓜俩枣 一个国家就能把俄罗斯给干了 那美国硬 但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了 也没有这个实力了 这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啊 那中国呢 中国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新兴行业 三大新兴行业 出口全球第一 连芯片的出口 中国都是第一啊 还是2021年的数据 那你说对不对 谁啊 谁是有那个未来的 再看一看中国的顺差 八九千亿美元的顺差呀 你中国啊 顺差全世界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加起来 不见得比中国八九千亿美元的这个顺差多呀 这就是中国的状态 我把我自己的经济整个环境做好了 谁离得开我呢 离不开我的话 依赖于我想发展的话 你就得跟我来谈 而且我的经济好 我的055也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的东风21 东风17 英机21 英机17都出来了 对不对 只有啊 这个经济好 我的这个航空母舰出来了 对不对 我的歼35要出来了 我的歼20出来了 052D出来了 对不对 只有有经济 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会跟上 我的军事实力起来了 你耐你耐不了我 我只有有钱了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国家想要发展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世界 经济衰退的一种状态 哪怕只是为了经济 其他的国家也得来找中国谈 举个例子 那就是英国嘛 对不对 英国啊 天天的跟中国在这骂骂咧咧咧 你这有问题 那有问题 身体诚实 对不对 一到三月中新年的第一季度 英国投资中国 涨了六七倍 百分之六七六百多七百多 可不可怕 想要经济有发展 他就得来 做好了自己 世界的趋势就在你的身上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美国的霸权即将不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 我跟大家聊王毅的欧洲之行的时候 跟大家讲 这叫立威之旅 这个立的威是什么 战争与和平的对立 你选哪个 大家可能会说啊 当然选和平了 但是你没实力的话 谁跟着你选和平啊 能够啊 选择战争 而且能够得利的话 欧洲这帮国家绝对跟着美国人 谁跟你哈法中有一万岁啊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战争啊 乌克兰打赢了俄罗斯啊 未来我们可以去俄罗斯身上分立 对不对 俄罗斯有石油 有天然气 有粮食 对不对 有矿产 然后的话 我们排着队往俄罗斯啊 就就分了 俄罗斯战败了 如果选 选战争能够赢的话 没人选和平 现在不管怎么说 战争与和平 和平站出来了 对不对 你打不赢 那是你自己造成的结果呀 那是你实力不济啊 那大家都得来选和平 大家都来选和平的话 就得来找中国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大家来找中国了 那么没人找美国了又 没人找美国了 美国的推势 也就让全世界看到了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咱们一起等着看吧 其实关于俄乌的这个问题 然后的话 基本上美国的态度也很鲜明了 哪怕他有点酸 哪怕他有点不情不愿 哪怕他还想要高高在上 但是总而言之 美国的态度已经转过来了 然后乐于见到 中国给俄乌带来和平 开始尊重中国的方案了 嗯 这是个好事 但是 美国有这种好事 它背后也是有原因 因为 想要巴着中国 希望中国帮他解决问题 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俄乌这个问题 你早喊和平 然后你再来跟中国来谈的话 大家能谈得很开心 走到现在 你美国 无能为力了 你这个时候乐于见到中国的方案 你还想要借此来跟中国来谈判 换取利益 解决你美国的问题 那 你美国说的话 越来越不重要的话 而且中国人也不会担心你 破坏俄乌这个 这个局势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美国想要从中国身上得来利益 可能性将会越来越低 而且呢 你手里那个筹码 看起来越来越轻啊 俄乌这场战争 美国还能够发力的时候 你要跟中国来谈的话 你跟中国谈判 利用俄乌这场战争当筹码 那个筹码看起来比较大 但是走到现在 你无能为力了 你的这个筹码 越来越小 你跟中国来谈 那你接下来 接下来大家就得看 美国能拿出什么样的利益了 总而言之大家就会慢慢的发现一个趋势 就是说 美国想要跟中国进行博弈的点 一个一个正在消失 而且都是不利于美国的方式啊 中国想要给欧洲带来和平 美国可以利用俄乌 来破坏中国的这个方案 可是走到现在 美国连破坏这个方案的这个能力 它都没了 那美国不衰落 谁衰落呀 大家等着看吧 美国无能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美国越无能 然后就剩下那张嘴臭 世界其他的国家 对于美国来说 只能是渐渐的远离 因为你那张嘴太臭啊 歹谁骂谁啊 对不对 最近跟大家聊了 连查尔斯三世啊 人家加缅典礼 你美国也在骂 你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既给不出人家利益 你还要骂别人 然后你又无能 大家就会慢慢的远离美国呀 美国的霸权即将不再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